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的是在今天的2号场地进行的一场比赛 中国队的王世贤对阵日本队的广赖荣离子 这场比赛我们继续和女单的两届市井赛冠军 谢庆芳和大家一起来进行转播和评论 广赖荣离子也是打了好多年了他 也算是一个老队员 你跟他打过几次 打过几次 打过几次 他是防守型的一个选手 冰镜非常足 我好像还有一点印象 你好像跟他打的时候我们转播过一场 就是其实主要是你不要失误 就一定要顶住多拍 要想一两拍打死他真的很难 他有点像牛皮糖 很黏很黏 就他的球感觉非常的好 就是他四点打拉掉技术非常好 不怎么失误 对 不怎么失误 这种球也是看各自的打法风格不一样 你看我们队里 我觉得蒋燕脚也是那种控球比较好 就是他因为没有进攻 没有特别强的进攻 所以如果当两个这样的选手对阵的话 他时间会比较长 两人的打法还是比较相似 但是我觉得王世贤可能稍微的犀利一点 尤其是他在往前的那种威胁 对 更大一些 王世贤他的假动作比较多 特别他往前有停顿 还有他的调球一致性比较好 滑拍 调直线 调对角 一致性比较好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屏幕下方穿着黄色和黑色相见运动服的 这是中国队的王世贤 对阵屏幕上方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广赖荣离子 王世贤是来自中国江苏的选手 你会踢掉对角 王世贤 王世贤 加油 球是压线 这个球还有前面 就是双方开球之前 黄色和黑色 试了一个发球 从现场都看我们这个转播台 这个主持台这个角度 都可以看到 正好是基本上都是正好压线的 对 就是咱们这个到这个水平的运动员 他手上的控球还是八九不离十都是 好球 王世贤一个正手滑拍掉直线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王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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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赖荣离子有什么特别有威胁的球吗 除了他的这个 多拍的能力比较强 防守能力强 挣扎能力特别突出之外 就在他哪一个位置的出手 哪种球是需要注意一下 在我印象里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 杀手锏 他的球还是比较到位 就是像我们这么高的个子去打进攻 还是 不是说很好的就可以把它攻死 还是要把它调动起来 他还是防守能力特别强 对 就还是要通过先拉开再突击 这球出界比较多 因为王世贤推球比较有球速 所以当有风的时候 当球速一加起来 他的控制力会减少 王世贤 内威尔也是一场女子担担的比赛 内威尔在第一局是输了 对阵泰国的 彭提 但是第一局输呢 并不代表整个比赛就会输 双方都是压对方底线 压到广赖融离子的正手底线的时候 对方回球是出界 在昨天下午比赛的时候 因为李宗伟的比赛 对拉姆巴卡的比赛没有转播 但是当时呢 我们也都没有离开赛场 因为后边还有 这时候就突然传来消息说 李宗伟输了 我赶紧问一下 他输了第一局 因为当时没打多长时间 输了第一局 他整个已经输了 快输了 我说那离快输了 离输了还是很远的 对李宗伟那场比赛我也看了 确实那个印尼的小孩打得很好 突击结万 其实前一拍王世贤的推球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所以融离子的回直线不到位 王世贤突击 但还是要首先要减少自己的突击失误 这场比赛其实双方上来这个失误还是挺多的 这次比赛打到现在 刚才张建文来也是前面有混双的比赛 也是感觉一样的感受 就是觉得失误还是多了的 这球反开顶得非常好 投顶掉对角 这个掉得很快 所以球有点像砸下来一样 打了王世贤一个转身 他打的时候感觉他有点像想滑拍掉直线 所以广奈他的往前冲的比较多 再重复一个底线就比较奏效 判断非常准确 对方快推两底线的时候 这个球造成了失误 11比4王世贤领先 其实这个羽毛球的这个高手和低手一个是速度 就是你那个出手速度 这个是很一个基础 还有一个当然还有一个跑动能力 但是也还有一种展现就是 高水平的选手吧 他一举手你不知道他要往哪打 他可能能打你两三个点 低水平的这一方呢 就是你一抬手 对方就知道你要往哪打 其实这个还是跟动作有关系 现在可以看我们的单打选手 包括中国队 就各式各样的动作都有 你看王思贤跟王一涵的动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出手给对手的判断 也是不一样的 像王思贤那种他滑拍很多 所以对方的判断 就要重复启动会增多 那样就会造成他的第二次启动 就会慢了 他接球就会越来越被动 那王一涵他是进攻威胁比较大 因为他人他身高比较高 所以呢要准备他的下压球 防守比较困难 所以不一样的动作 可能打出来的效果也不一样 打法也不一样 那你觉得这个羽毛球 从他的技术来讲 应该是最好的动作是基本一致的呢 还是他就可以千字百态 什么样的都可以打 如果是基本一致再加上有点身高 就进攻 主要是进攻他的动作是一致的 那威胁性肯定是很大 那我是说每个人和每个人 就是从这个羽毛球的这个 你肯定是你后场球动作一致性好 这一致性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他是有一个标准动作呢 还是说没有标准动作 还是怎么打都行 因为我们羽毛球在中国水平比较高 然后还有东南西北 每个教练教出来的学生徒弟都不一样 还是有不同的区别 像以前叶昭尹他的动作就是标志性的教学 可以像他 看来这是公认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 这三十五 三十五 一十五 十五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五 第三十五 13比5 王世杰这场比赛比想象中要打得轻松一些 这球是边线出界 这个4号场地结束了一场比赛 是一场男子双胆 古剑杰陈文宏 顺利的晋级了男双的8强 4号场地结束了 王世贤打得还是很积极 其实也可以看前面那些球 广泰对王世贤并不造成很大的威胁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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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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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 右 右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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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d 左 左 右 右 右 谢谢大家 王思贤反拍推直线 其实王思贤基本上是以控制他的底线为主 然后再通过一些吊杀配合着 大多数的女单都是采取这种战互的 对 看两个底线拉开再掉对角 这是最简单有效也是业余爱好者 对业余爱好者来说更是最有效的这种战术 说到这个业余比赛 其实国内的业余羽毛球比赛是挺多的 像每年举办的这个东西南北中 还有现在的兴起的这个雨林争霸 这个比赛 那在今年的四季度 我们中央电视台也将会启动 谁是球王的羽毛球项目的这个活动 到时候也希望全国的这个羽毛球高手 都参加这个比赛 这球扑到了广赖的身上 王思贤一挡完就知道广赖很被动了 因为他从后场上网 这个完全是来不及 他的进攻已经打到王思贤手上了 王思贤轻轻一挡 他这个广赖融维子过去比赛有些也是 就是他不攻的时候他非常有威胁 他一攻他就没有威胁了 一下压就别人挡一个往前 他自己跑得很辛苦 一攻击 一攻击 在这一局呢 我看来王世贤通过上一轮比赛 打得比较辛苦之后 和白小马 这一轮就进入了状态 在场上跑开了 这一场球 感觉他准备得比较充分 因为他知道 广内他的进攻威胁不是很大 所以他是通过重复的 压他两底线 然后再放网 调动他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进攻 阻挡 三三 八 八 十六 八 七 八 十六 十六 广内有点着急了,一起拍就要杀球 其实这样,他胜球的机会更少了 广内有点着急了,一起拍就要杀球 他应该说是这样,他一旦杀球多,他只会输得更快 对,因为他杀完球,他往前跑是非常刺烈的 人家挡一个很近网的话,他基本上是不像我们高的 杀完球可以抢一个高点,他杀完球上网是被动的 首先点杀失误,21比8,王世贤赢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另外一边,一号场地,内威尔在第二局比赛里面是领先 能够有机会扳回来,但是彭提也打得非常顽强 连续追分,前面落后比较多,现在是追到13比18 对你没有任何的威胁,是吧,然后主要就是全面 他的正手和虾之间快推,重复推,对角线,更特别好,就六线了 虾总局,第二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不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可能第一局,他在顺风里边他打得很舒服,第二局 复权还能够打一些安全的安心,你不要超级 好,吃大便强具夺买,就是说你的力量能够控制一点 就是说我的力量能够控制一点对手,就当打的 我只能够出境有空,但是要不正常出境 正常不走,正常按照这个线改革都很好 场地换边以后 张宁还是提醒我事先要注意 他现在处于的是顺风 要注意那个出球的速度 还有力量控制 尤其是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的 大比分取胜的情况下 第二局还得被麻痹 日本跟韩国的选手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第一局输了 你别以为很轻松就赢他 可以第二局连续很轻松地赢他 他们是不到最后一分 他们是不放弃的 这是日本人跟韩国人的一个特点 都非常顽强 对 意志品质都非常好 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这次女单的比赛呢 李雪瑞是一号种子排在上半区 在今天呢 他将对阵法内特里 比赛应该是在晚上 然后签表从上往下数 16进8 然后第二场是戴姿颖 对保杰拉的一名选手 现在正在进行比赛 戴姿领先 然后是内威尔对泰国的庞提 印度选手内威尔 双方的第一局是内威尔输了 第二局他领先 打得比较紧张 然后还有高桥沙野佳 对 裴炎珠的一场比赛 西班牙的选手 马林 对阵程志炫 这是16进8的女单队比赛里边 比较有意思的一场 然后还有香港的叶佩妍 对泰国的拉查诺英泰农 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场 王世贤对广赖荣离子 这是已经到了下半区 还有一场就是王一涵 对印度的青德湖 王世贤要是晋级的话 王一涵也晋级 他们两个人将会相遇 八进四的时候 他们将会相遇 好 二 二 二 一 我 一 无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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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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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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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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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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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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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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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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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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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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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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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个杀上网 这球杀的落点不错 王思贤可能因为风向的原因 他的发球不是到了底线 所以广赖第一拍就起拍杀球 重复压对手的底线 还他一个马上 这次羽毛球试锦赛 总体来说各个单向 其实要说竞争金牌的话 最热闹最好看的还是男双 男双应该是最有悬念 刚才我看了蔡云护海峰的比赛 李永莫总教练也提到 蔡云的这个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看看后面调整的怎么样 除了蔡云护海峰之外 其他的还有起队选手 都是有可能争夺冠军 比分又拉开了 15比9 今天王世贤上网都很快 往前抢的点都很高 对 而且戳球的质量还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比分又变成了16比9 内威尔那边的比赛 第三局经过苦战 他现在18比14领先 谢谢 失误太多 这次比赛总体给人感觉还是场上失误太多 无论是哪个单向 其实失误也分两种 一种是主动 还有突击的时候失误 那个会比较可惜 但有一些是被压迫 对 受压迫 对 受压迫 对 受压迫 这支练习的体育 大翁这手 依然还在前进 11.17 王瑟贤又回放了一个滚网球 王思贤一个正手沙直线紧接着上网铺球 这场比赛打的就是我不知道谢星芳你是不是认为比你想象的要顺利一点 对所以今天王思贤的速度是比广奈在前面 基本上广奈就要追着王思贤的球去打 造成他今天打得比较顺的原因 你估计可能有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第一个首先王思贤运用战术非常成功 第一局王思贤就基本重复广奈的两底线 到了第二局他是有结合过度往前掉往前 在突击他的突击后场球都是比较果断的 是给广奈一点威胁 然后广奈的后场回球反而是中半场 又一个头顶突击直线 现在二十比十三 王思贤的场点 广奈荣理子回球下网 这样二十一比十三 王思贤这场比赛波兰不惊可以说 顺利的二比零战胜了广奈荣理子 这样他是打进了本次比赛的八强 在八强战当中他有可能碰到队友王一涵 这两个人在国际国内比赛当中也是老对手了 但是应该是上半区的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